制作有乳牙的诡异娃娃 并将孩子丢失的婴儿牙齿缝入娃娃的嘴里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儿童玩具 将魔杖上的塑料贴纸剥去 露出了一个看起来像恶魔般的小女孩 Furby,你最好的朋友 Furby在1998年成为全美新闻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开发 并批量生产的消费型玩具机器人 这是一种儿童玩具 Furby初次购买时会说出自己独特的语言 但它被编成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能逐渐学习英语 以便可以和孩子们说话 Furby机器人玩具的发行未按计划进行 Furby的第一版存在缺陷 Furby机器人玩具 据传这机器人玩偶会随机变怪 尖叫乱语并做出怪异的表情 同时迅速的眨眨眼睛 仿佛拥有灵魂一般 这一现象在当时吓坏了许多购买的小朋友 有不少小朋友因为Furby的这一举动 而造成了可怕的童年阴影 厂商事后也说明这纯属机械故障 据专家证明 Furby的电子芯片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经常出现故障 使Furby陷入一连串的令人恐惧的行为和言语之中 这常常使小孩遭受其恐怖的伤害 这些随机故障的Furby 仍然受到许多玩具收藏家的喜欢 但对某些人来说 它们仍然是噩梦般的童年回忆 但是尽管忘记了所有这些可怕的噩梦 Furby如今仍然卖得很畅销 目前最新版本的Furby Connect 还是会让许多人担心 它突如其来的奇怪举动会吓坏小孩 在2016年 一名英国消费者团体警告说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安全措施 因此也很有可能 Furby这类玩具能被骇客入侵 并将其用作监视设备 像这样的一类恐怖玩具Furby 你会想要购买吗? 牙齿娃娃 去年年底 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和可怕的故事 据说这是出现在Bean Interest网站上的热潮 有位母亲正在研究一下新的手工艺品项目 制作有乳牙的诡异娃娃 并将孩子丢失的婴儿牙齿缝入娃娃的嘴里 这样的娃娃看上去就非常的诡异 以上也只不过是一些网路传说而已 实际上这是一位名叫Maggatrick太太的突发奇想 并创作了这个奇怪的有牙齿的娃娃 这些玩偶被称为Fargerds 尽管在互联网上流传着这些娃娃的诡异故事 但这些玩偶的乳牙并不是真的 这些奇怪的毛绒玩具 只是嘴里缝着奇异的假牙 如果对你来说像这样的玩具还不够怪异 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母亲实际上是用孩子的乳牙 制作项链的 像这样的娃娃你敢要吗 邪恶魔杖 一个女人在当地的一家百元商店 给女儿买了一个可爱的玩具 所谓的邪恶魔杖适用于三岁及以上的儿童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儿童玩具 并且包装上写着它拥有神奇的音乐 魔术和童话 那个女人把这个玩具给了她的孩子玩 她的孩子便将魔杖上的塑料贴纸拨去 露出了一个看起来像恶魔般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非常的邪恶对着镜头微笑 并且正在切割自己的手臂 包装上写着可以播放美妙的音乐 竟然是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她的女儿当场被吓哭了 这个女孩的母亲感到震惊 认为自己当时只是买了一个普通的玩具 没想到却是这么可怕的 商店老板也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看起来太荒谬了 许多网友最初认为这只是个恶作剧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 这是借机对小孩洗脑的一种玩具 事后一名YouTuber叫MacCrab 去了同一家百元商店 购买了这个邪恶魔杖 并证实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并且确定了这间廉价商店 还在出售这款邪恶的儿童玩具 通灵版 通灵版也称为灵鹰牌 对话版 外形为一种平面木板 上面标有26个字母 数字0到9 及其他一些符号图案 用于使用者与鬼魂对话 提出问题获得答案和提示 传说第一个通灵版是用棺材板制作的 一些人提到 玩具公司将通灵版作为儿童玩具出售 是很奇怪的行为 尽管有人将其描述为一种接触鬼魂 或可能是恶魔的操作装置 在这个怪异的片段中 一群青少年来到了墓地探险 当他们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时 他们便使用通灵版尝试与鬼魂交流 如果有一个灵魂在近我们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动那样 我认为我不是 你能听到我不是 你能听到我不是 什么那样 什么是那样? J 你不说这些个字 是这些字 这些字是叫的 《处》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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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can't This is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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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t really see it You can see it I just saw it in there Back up the door Back up the door 他们似乎遇上了一个愤怒且无家可贵的幽灵 潜伏在这墓地里 过后他们迅速的逃离那里了 然后他们驾车返回 想要拿回自己的通灵板 并声称再次见到了这个神秘的无家可贵的幽灵 但是当汽车灯照到了该地区时 却没人在那里 这里有个小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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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铃�铃� 歐噶!Demu,你有看到acyf 但是那是一些麻煩糞的 我不知道,像如果我們從來看到我的貓 都不是死我了,我不知道該如何想起 我需要拍錄甚麼? 糟糕! 不,這就是我們該做的 这就是玩具公司出售的通灵版儿童玩具 到目前为止他们从未停止出售这款玩具 游戏被列为适合二至四位玩家 年龄在八岁以上 因此如果你认为通灵版是通向另一面邪恶幽灵的管道 那么你认为通灵版真的适合八岁儿童玩吗? 或者如果你想尝试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召唤出一些可怕的幽灵 这款通灵版或许会适合你 令人毛骨悚然的娃娃 去年的时候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娃娃的恐怖视频 在网上被广传 据说是在墨西哥的墓地发现的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 这地点是在巴西的某处发生的 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当影片中娃娃看到人们在移动时 杨娃娃的眼睛视线 似乎会跟随着大家移动 这些看似恐怖的杨娃娃 的确是制作给小孩玩的 杨娃娃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恐怖艺术收藏家 特地为此设计出来的 不过杨娃娃的确是被 俄克拉河马州艺术家 朱利亚Lang制作的作品 朱利亚的专长就是制作 令人毛骨悚然的玩偶 无论你走到哪里 它都能注视着你 基本上这些玩具 都是令人惊叹的恐怖艺术品 很多网友认为 像这类恐怖的娃娃 很容易被灵体附身 你会想要拥有一只吗? 玩具是每个小孩的童年 但是以成人的角度来看 过去的一些玩具 不仅不觉得可爱 甚至会认为 有一些娃娃让人毛骨悚然 像这类玩具 我们还是把它远离孩子比较好 免得一些孩子 留下童年的阴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